被外界视为挺习微信公众号披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 近期在一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表彰大会上 首次提出了要维护习近平核心的说法 引起海外舆论界的注意 今年8月8日 正当中共高层新老领导人聚集到北戴河度假一周的时候 被外界视为有特殊官方背景的挺习微信公众号 北京习峰旁发出一篇文章 披露身兼中央直属机关公委书记的栗战书 在今年6月29日召开的中职机关的表彰大会上 喊出了喜核心内容 随后 微信公号北京论坛于8月10日公开了栗战书 在中职机关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并引起多家港台媒体和海外媒体的关注 栗战书在这次讲话中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项事业的显著成绩 和开创的崭新局面 都是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取得的 栗战书号召中职机关 要始终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6月29日这天 中共官方媒体虽然都报道了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的这次表彰大会 也提及栗战书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 但并没有提到栗战书有关习核心的讲话内容 更早时候 中共官场在今年年初曾一度出现过一股拥戴习核心的旋风 至少有15名地方诸侯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但那次的舆论造势不久就冷却下来 现在 有人在北戴和非正式会悄然进行的敏感时刻 再次重提力战书喊出习核心的这次讲话 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十分耐人寻味 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北京意义人士查建国的观点称 习近平掌权后受到中共党内外极大的压力 推出习核心的观念表明 为了应付来自中共党内的压力 习近平需要越来越极权 2015年5月22日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马俊在一个讲座中直接称习近平是真正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当时即有一位资深新闻界人士表示 马俊的这个讲话不仅加冕了习近平核心之位 更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直接踢下了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位置 有海外观察人士指出 当中共喉舌开始把核心这样的称呼用在其最高领导人身上时 往往意味着该领导在中共党内拥有了最终裁决权 当年胡锦涛没有核心这顶帽子 就是因为他受到江泽民的严重挚手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仅仅是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个协调人的角色 现在习和新的提法重新回归 这显示习已取得了中共党内的最终裁决权 曾在中宣布任职多年的庄丰日前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 分析称习近平团队在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抛出习和新的论调 不排除是为将来有可能的总统制或废除常委制作准备 应该是一个前端铺垫步骤 庄丰认为在社会重大转型关头 只有高度集权从上而下的铁腕改革才可能成功 在狱中被非法关押15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文 在来美与女儿团聚的途中 护照被广东海关强行检调注销 事件曝光后引发国社会关注 美国国会国务院等政府机构纷纷呼吁中共不要阻挠王志文与家人团聚 有消息人士透露 阻挠王志文出境的是中共江系大员曾庆红在南方的势力所为 原中国铁道部工程师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负责人王志文打算赴美与家人团聚 被广东海关拦截事件曝光后 引发了美国的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负责人王志文 各个政府部门的关注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 王志文被曝公正的监禁15年 美国政府签发给他签证 他应该被允许来美探访他的女儿 他认为这是中共政府又一次报复性行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东亚专员蒂娜·马夫德表示 她对中共在今年初同意签发王志文护照 又在其离境最后一刻将护照毁掉的做法难以理解 据此前报导 王志文曾在2014年末第一次申请护照 但被北京公安告知 想都别想 但今年1月他再次申请 突然又顺理签发 很悲哀 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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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认为 王志文护照历经一波三折 凸顯中共高层围绕法轮功问题的分歧和博弈 王志文他是属于当初第一批720的时候被抓捕的 这个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联络员 中共那边的话是特别在司法系统 他应该是挂了号的 所以他去申请护照 那个第一次去申请就马上把他打回来了 但是第二次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阻碍 就突然之间很顺利地办下来了 这个我觉得跟第一次的这个反差特别大 中共这个自下的话要办事的话 这种差别的话你是没有这个高层的这种 在里面打招呼啊或者是采用某种手啃的这种 或者是暗示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据大纪元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阻挠王志文出境的 是中共江系大佬曾庆红在南方的政法势力所做 曾庆红他在广东的势力有一个重要的分支 就是他的妻子女王晓琳在广州的势力 王晓琳在曾庆红全力达到顶峰的时候 他升任广州市副市长 然后又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 他和已经落马的这个广东市委书记万庆良 还有原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吴沙 都在一个班子里共事多年 他们关系并不一半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分析 现任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谢小丹 曾经是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的大秘 也是无杀的继任 如果曾庆红通过妻子女王晓琳 操纵广州公安拦截王志文 并不是一件难事 对于中共的无理阻拦 美国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地西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自8月10号起 纷纷聚集中共驻当地使领馆发出抗议 绝对不能够允许看着王志文这件事情 持续这样的发生 包括对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表示 父亲目前下落不明 但世人的态度让他知道了父亲的伟大 我这几天把网上的一些 我关于我爸爸的消息全都给copy 就是全都复制下来了 然后就发到他的电邮里头 希望有一天如果他能上网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在国外的大法弟子 还有世人是怎么支持他的 但他不会觉得说他在那边是 就是被那些特务机关追踪的对象 其实他做的一切都是很伟大的 王小丹还表示 他将呼吁美国国会启动程序 持续营救父亲出国 中纪委网站10日公布 中共辽宁省委员书记王敏 被立案审查并刷开 据称王敏出生书香世家 其祖父曾留下一讯 要求子孙后代不得从政 但王敏最终还是转入仕途 其主政辽宁时期 辽宁的经济数据增速排名 曾在31省中垫底 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狠批东北 为官不为 年底要算总账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8月10日同告称 王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公开妄议并违反其八条 对抗组织审查 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 在干部选拔任用 企业经营等方面 为他人提供便利 以获得经济利益 涉嫌受贿犯罪 中央决定给予王敏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并以送司法机关处理 资料显示 王敏生于1950年 出身安徽淮南书乡世家 祖父曾是旧时军队将领 父亲王基是著名医学专家 曾任淮南市副市长 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多维网报告称 王敏作为当地名门之后 其祖父临终前曾留下一讯 要求子孙后代不得从政 但王敏在高校任职13年后 突然转入仕途 曾长期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家江苏任职 先后任江苏省副省长 江苏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等 2004年 王敏从江苏调往吉林 先后任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 吉林省委书记 省人大主任 2009年11月至去年5月 王敏任辽宁省委书记 人大主任 今年2月 中共中央巡视组开展巡视回头看 辽宁市第一批接受巡视的四省之一 3月4号 中纪委网站公布 王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辽宁省在全国GDP增速垫底 之前媒体曾报道 王敏主政辽宁期间 辽宁省GDP增长幅度由2009年 2010年的14%降到了2011年 2012年9%左右 2014年 2015年更是分别只有5.8%和3% 与辽宁类似 东三省经济都断崖式下降 去年第一季度 王敏主政下的辽宁GDP增长数据 更是以1.9%位列大陆31省区直辖市增幅之为 这一数据标志着辽宁的经济几乎陷入停摆状态 去年两会刚结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亲赴东北视察 去年4月15日 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李克强狠批东北为官不畏 雍正 懒正 70%仍处于土地闲置状态 前趴在帐上 项目迟迟未见开工 如今王敏被立案 多维网认为 其祖父的乙讯或许早有遇事 辽宁市中共将派势力长期掌控之地 李长春 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厚等将派高官都先后盘踞在辽宁 并培植了大批的亲信 形成一个所谓的辽宁邦 包括王敏和省长陈正高等人 时事政论员周晓辉表示 众所周知 辽宁市将派长期盘踞 贪污腐败严重和黑恶势力猖獗的一个大省 虽然王岐山死前已抓捕了包括政法系在内的一些高官 但顽固势力仍然存在 官官相护 阻力仍然不小 周晓辉说 有着江派江苏帮 吉林帮背景的王敏 与辽宁省原省长 现任剑部部长的陈正高就是阻力之一 他们被先后调离辽宁 就是为在辽宁进一步反复铺路 他认为 如今王敏被查 其问题应该出在吉林和辽宁两省 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谋举利益 甚至包养情妇 都是跑不了的 王敏作为江泽民集团的要员 还因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 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 3月8日 海外明会网报道 王敏管制下的吉林 辽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 王敏在三省任职期间 至少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 紧吉林一帝 王敏任职5年就迫害致死121人 王敏还曾在马三家事件中扮演恶劣角色 2013年4月7号 亲习近平阵营的Lens视觉杂志 刊发走出马三家的长篇报道 披露马三家劳教所人间地狱般的酷刑 老虎凳 电击 黑小号 赴死人床等 揭开中共劳教所黑幕的冰山一角 同时也引发巨大的谴责声浪和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关注 原辽宁省委书记王敏 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 极力地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 他先后在江苏吉林辽宁任职 在所管辖的范围之内 执法人员大规模地公开犯罪 造成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智商智惨智识 追查国际 对王敏多次通告追查 他所认知的这些地区 是全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 王敏主政的辽宁当局宣布对马三家劳教所调查 经过十天的所谓调查 辽宁当局公开否认马三家被劳教人员遭受酷刑报道 并宣称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多年来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人员 同年4月27日 一部不再避讳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遭受迫害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在香港首映 该纪录片透过12位劳教所亲历者回忆 讲述他们曾遭受的酷刑 包括电机 悬空挂 绑死人床 牙刷捅音道等 以事实戳穿辽宁当局诋毁媒体造假的丑行 从江泽民掌权时期起 因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对政法委的把持 镇压法轮功而犯下的惊人罪行一直在劳教制度下被掩盖 因此 围绕着劳教制度的改革问题 江派与习近平阵营一直进行拉锯战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江维平指出 王敏不仅在马三家事件中扮演的极其恶劣的角色 在废除劳教制度也一直与习近平公开对抗 习近平当局经过一番激烈的不意 2013年11月 废除了中共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被指示签署所指的恶症 可以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剥夺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 很多无法想象的杀戮 酷刑都发生在劳教所 自1999年中共破坏法轮功以来 劳教所成为关押 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 2006年 辽宁沈阳首次爆出震惊国际的苏家屯集中营 国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 它是时候要看你的臉 拿着你的衣服 没有 我的轮 我的轮 第四集